可是你剛剛知道弟弟要接這個節目 你反應是怎樣 就是我真實的反應是說 蛤?真的假的? 然後第一天來的時候也是啊 嗯...不錯吃 那直接... 就這樣 會不會第一台看完就說 哎呀我開玩笑的啦 找你主持我開玩笑而已嗎? 第一次主持人跟姊姊啊 壓力很大喔 其實不會 反而比較放鬆 因為就是自己家園 我知道姊姊可以給我看 所以你是要講話嗎? 我是要講話還是要的 還是要的吧 有出過外景的嗎?現在 有啊 今天第三次啊 對今天第三次 所以都是女男主持人 然後他幫我們一樣 對啊 但是他也要講口感 就不大 上一次是沒有來賓 只有我們兩個 所以他就在旁邊要訪問 你這三集看下來 因為我們覺得要再訓練嗎? 要我覺得他要多看 因為像我剛接時尚玩家的時候 我也是把每一條線的 主持人的風格都看過一遍 那我覺得因為食物很容易 形容會碰到瓶頸 因為食物真的就是這樣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要多練 他第一天來的時候也是啊 嗯 不錯吃 哈哈哈哈 那這 就這樣 對啊 但是慢慢的他就會比較 多形容詞 他不知道有說什麼嗎? 他沒說什麼嗎? 他那天在群組上知道出來講 他只有交代他說 天氣很熱啊 怎麼樣 提供了非常多不中暑的八寶 碰到食物在形容的時候 也是這麼吐納的 差不多就是這樣 但是他平常就是講話就這樣啊 那我覺得也OK啦 因為觀眾可能也喜歡看他這樣子 就是想說 啊他到底吃起來是怎樣 我自己去吃看看好了 對啊 也是有另外的效果 要形容一下口感 對 對 現場示範一下 對啊 你選一個請問 好 雞翅好了 雞翅不知道多種 他的那個鹹蛋黃 鹹蛋黃的口味也是鹹鹹 然後 就是鹹蛋黃的口味啊 我自己是最喜歡這個鹹蛋黃的口味 會不會T台看完就說 哎我開玩笑的啦 找你主持我開玩笑的一馬 繼續努力加一點 他可以互相用一個食物來訓練嗎 我覺得安安就是 很無聊的健康餐 對啊 因為他真的平常都沒有要 連在幹嘛 酒量也差 然後就是 跟他聊天也是就是 需要喝很醉 就是一個 很營養的健康餐 姊姊應該 辣雞翅啊 豐糖辣雞翅 就是 有時候很嗆辣 但是很甜 哎呦 哎呦 可以可以 那家有練耶 可是你剛才知道 弟弟要接這個節目 你反應是怎樣 就是我真實的反應是說 蛤 真的假的 因為就開始 就覺得我要講很多話 我又警告他 我就說你要來錄影 你要多講話 你不要到時候不講話 不過大家來 不要叫我不要說話 對啊 但是他 所以他來第一集的時候 都有蠻努力的 有看得出他有做功課 這樣 而且他沒有在你 你又婷嗎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耶 所以我不曉得他 但我覺得他很努力 他是一個很認真的孩子 然後也是一個很容易走心的孩子 所以後來私底下 當然也是跟他講 來節目效果就是 反正你就放輕鬆 不要太在意這樣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真經魔人 但很可愛 那你會什麼 沒有就比如說 可能有些做一些效果 會可能跟他講說 你幹嘛那麼熱還戴那種厚的毛帽 他就會覺得說 我帶著毛帽不對嗎 這樣 就是他很嚴肅 他是不是有找爸爸 他要上去那種 有啊 但他現在要克服早起的問題 因為早起對他來說 就是一個很難達成的目標 畢竟他要消水中心的 有對象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你說謊的功力好像不是很好 沒有啦 瓜哥有看過心底嗎 沒有 沒有啊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心底 我覺得他蠻可愛的 然後 然後也很開朗活潑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他喜歡什麼心 講真的 沒有帶你看過啊 帶心底嗎 不是不是 印象不深刻 你到底喜歡什麼心啊 姐妹可愛的 對 心底啊 來吧 帶來一首歌吧 打球跟吳心底牽手 被受傷哦 這個是錯位 請打 因為我要去吃他那個 腰部的體質 然後他要爽 所以就變成 手一定會在上面 不思腰部的體質 超煩的 每個人 每個人都會啦 哈哈哈哈